在日本裡面 日本就是原點 國際法的論述在這裡 這是林秘書長 林秘書長他花了很多的心血 然後去學戰爭法跟國際法 所有論述的原點 原點都在這裡 你和日本就可以了解說 台灣的國際地位 為什麼這麼複雜 為什麼今天你們會坐在這裡 來上課 要為台灣的未來 做出努力 日本 日本是 我們現在就是 最終的這個理論 已經定下來了 日俗美戰 日本 今天買日本 送日本 台美關係報告 日本是以前的論述 他裡面說台灣屬於美俗 因為那個時候 美俗長在研究的時候 美國所給他的資料 還沒有那麼矯正 所以他的論述 在這個時代 在這個時期 還不完整 還不完整 買一本送一本 我們等一下看出 整個民政府 他的那個論述的脈絡 是怎麼轉變的 是怎麼會定這個主題解讀呢 我們不要說話 會嚇一跳就出民家 會說這個解讀 因為我們經過69年的這個 國民教育 國民黨的黨教育 讓我們的思想都已經 三成這個獨層 他才不會清楚 看事情不會破斷 思考不會看 說這個解讀的時候 我先要用一些簡單的邏輯性 邏輯來幫助我們看事情 邏輯是我們 天生理性裡面的一些基本規則 邏輯裡面有一個叫做矛盾律 矛盾律呢 就是兩種相反的概念 兩種完全倒變的概念 更暗 就是完全兩個相反的概念 生死 兩個相反的概念 我們看一下案例一 這典型的矛盾律 政治人物很容易犯矛盾律 很典型的 我們看一下案例一 我從沒有講過 白艾屯會轉彎 白艾屯自然有他生存 油水的這個路徑 他也會轉彎的啊 不是車子就是一直往直線走啊 他漁也會轉彎的 他既然在台中港那個海堤 他能不能轉彎 那何以在彰化這裡就不能轉彎 不是我講 我必須要成績 我從沒有講過 白艾屯會轉彎 我從來沒有講過 發明無心將 可以得諾貝爾 這個窩囊 哇你白痴 有一個創新的理念 叫無心將 其實應該得諾貝爾獎 好 很明顯 他從沒有講過 但是他再講 其實他有講過 他說從來沒有說過 發明無心將會得諾貝爾獎 所以網友就跟他講過話 跟他兩邊跟他倒起來 給大家看 但是我們台灣人 得了一種 就這歷史失憶症 我們很多新聞看過就不記得了 後一段他說 拜託 投票給我 唱歌 給你擠下去 你就投票給他了 台灣人就是得這個歷史失憶症 這我們要清醒起來 請問大家 邏輯的矛盾律 有沒有黑色的小白兔 有的請給他手 好 放下來 沒有的請給他手 都沒有人說沒有 有啊 有人說沒有 黑色的小白兔 沒有啦 正確答案沒有啦 你們的概念是這一隻 黑色的叫做小黑兔 所以沒有黑色的小白兔 這邏輯 但是我們上上都會搞混啊 對不對 他如果灰色的咧 那個就是灰色的啊 如果你看得出來 看你分不太出來 很多種顏色叫花色的嘛 他叫做什麼 對啊 這邏輯嘛 這應該在我們裡面 在影響著我們 可是我們竟然毫不自知啊 矛盾律 這就是矛盾律啦 記得 所以我們台灣人 嘎嘎都思想混亂 我們要反共抗惡 要抗日 結果日就是我們阿公 我如果做 我小時候就放假 回家 我要抗日 我如果說說塞下去 在抗什麼日 對啊 我要跟祖公啊 就是這樣 來我們看一下案例二 台灣人的思想 歷史記憶當中是錯亂的 你把米外空襲嗎 你把米空襲嗎 你把米空襲嗎 我小孩啊 你空襲 你怎麼知道 什麼人給我們營造 日本啊 日本給我們營造 你怎麼知道 日本營造 我們都在美鳳公河 你怎麼知道 在美鳳公裡 不然是在美鳳公裡 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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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鳳公河 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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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印象就是 日本人跟我們營造 對 對啊 對 這是我們米韓韓的 對 那時候日本那時候 我們要到日本那裡 對啊 那時候拿日本那裡 那時候中國來 中國來嗎 中國要過來 以前後來 中國不來 中國不來 那時候日本要回到 我還知道 那時候是有的 日本兵 日本兵 這在這裏有 我們的先拜米韓 風和的 有嗎 有嗎 我們是給什麼人欣賞 不知道齁 你那時候 你是 你那時候 你什麼 什麼國籍的 你日本籍啦 你台日本籍啦 台日本籍 我請你一下 那個阿伯 我們不能怪這個阿伯 因為我們過去 六十九年來 我們那時候 洗腦袋變成了 中國時尚 那個阿伯說 兩歲的時候 米韓空河 那個時候 日本那種 日本空是台灣 過年一棒跑 你怎麼拿回家的房間房 這就是在家人房的意思啊 日本那帶大廚做的 牽引自己管理的台灣 這叫做矛盾率啦 還是我們多少人不知道 在座很多年輕人 也沒有這段記憶 因為我們已經被洗腦成 八年抗戰 我們抗戰 我們 那是他們 不是我們 他把本土的台灣人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人說 你就是我們 我們抗日 小時候一定覺得怪怪 抗日 我阿公就是日本時代 他不是抗我阿公 抗我阿公 我阿公 我阿公就是怕他 阿公 阿公是我的敵人 他也變成我們抗日 阿公 但是這個 他就不會抗 抗不起來了 但是我愛台灣 愛台灣 愛到現在 才知道 原來 我都愛不到方向 後面還要跟大家說 中華民國加台灣 經過六十九年的洗腦 怎麼變成這樣 中華民國頂去台灣 我們把這支 中華民國的三千里 政府頂說 我們是台灣人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變成這樣 今天出於所有看到的 外國的這個表記 如果車連罷的 都變成台灣 中央就確認了 確認了 大家裡面 中央就確認了 來 台灣人應該反對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簽署服貿協議 對不對 對的請舉手 快點 對的請舉手 放下 放下 你認為不對 不需要 不應該去反對的請舉手 放下 好 為什麼不需要 這個非常 邏輯非常清楚 服貿進前 不是有學運嗎 對不對 那群學運 他們在反什麼東西 對 為什麼反服貿 認為我們的利益 會被中國吞吃掉 我們會被統一 我們會被統一 注意那個我們 服貿協議是台灣與中國 兩國簽署的協議 對的請舉手 不對的請舉手 不知道 我們看一下服貿 看一下服貿協議的文本 大家有看過服貿協議 大家我們怎麼反對 我們不要看過的東西 來服貿協議 你那個用 那個fine fine上面 你這邊fine的 這邊打入台灣 台灣 Enter 找不到 整个文本里面没有提到台湾两个字 那我们再反复吗 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文本最下面 最下面 最后一页 来 他不是两个国家签的 也不是两个政府签的 不是两个government 它是两个基金会协会签的 跟我们台湾什么关系 我们反对什么 台湾人就是不成熟 其实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 所以说不可以 去用通议 这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签条 我们看一个 Japan跟China 我给大家看 我学的文件给大家看 建国在你面前 你不相信 我也没办法 建国在你面前 来看这个 他这里 Government of Japan 日本政府 这里还有Korea Republic of Korea 跟这个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这他们的那个贸易协定 贸易协定 贸易协定 我看这个能不能下一页 最后一页 看最后一页 这个 这个是他们三个国家的协定 Agreedment 他的协定 你看到这里 这政府啊 派代表政府 派代表政府 这个Government就是政府 三个国家的政府派代表签的协定 叫做Agreedment 正常的国家法或是合约 协定 都这样在签的 这个决定 我们看那个Russia的那个 俄罗斯的 还有另外一个 协议 协议Agreedment 他们签一定是政府代表 这个 这里有 这里是PROC 这就是中国 跟Russian 我们看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 有 国家 国家 对国家 所以福茂协议不是国家对国家 Agreedment 不是国家对国家 这是我们说中华民国 他们这个团体 所以他不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能用国家对国家跟他签 因为如果用国家跟国家跟他签 就相信有两个中国 一个叫做中华民国 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他的协议 不是那一种正常国家跟国家的协议 他是用民间团体对签的 民间团体在对签的 所以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 我们都一起去 叫做中华民国是国家 拿这个金铁 感应不到 今天去台湾人 最后吃辣就是那个淋滴的问题 我们在情感里面 台湾人爱台湾 但是在形式上 形式上面 我们抓住 我们是中华民国 变成这样 我们认识做老爸 我们还要向教派 将流氓政府当成自己的政府 这流氓政府呢 要再久了 来久了 接久了 我们说这个我的政府 变成这样 有一些中华的现象 我们现在都有一些中华的现象 我们自己 欢迎自己看 有这种电动的现象 没有了 来 这支插带的说爱台湾 这支看 帮球 帮球叫压球 看什么比赛 好 奥运什么的 要抓这支 说爱台湾 人也把你收下来 感觉很艰苦 很严慎 那本来就不是你国家 也不是你的政府 你抓那些人把你收下来 因为那不合法的 人把你收下来 自己在那莫名其妙 感觉很艰苦 因为我们把这个林东做台湾 这就不是了 大家有了解吗 因为我们的心来已经感觉 这是我们自己 但是这就不是了 你如果这样去跟你的朋友说 你们朋友 跟你赶到阿嬷均索 其实我们在说的是理性 实质上国势就是 没有林东这支 叫做一个国家 叫做ROC 但是 国势都反对 都没有林东 结果我们台湾人 林东 自己在这里 自我感觉良好 这啦 环发赛 爱国正妹 杨辉国旗 我们套国旗 我们就不是政党 我们如果没有国旗 我们套的就是民族 这国旗 就是这个 有没有 这用政党的现象 今天 民进党的 那个头人 告诉我们 他这个时间 我们 2010年 流亡政府是中华民国 去美国回来后要选举 2011年10月 北河公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南南做会 结果 家共 我们的印象 对 我们现在有一个政党的国家 我们叫做中华民国 其实我们是台湾 到底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 搞不清楚 人杀 那个杀就是流亡政权 这流亡政权来的 久了 我们台湾人 人家加入这个流亡政权 在执政 觉得很高兴 其实做 做一楼 一丁楼 我们叫做二丁楼 很高兴 他做楼子也做得很高兴 林杀做老伯的政局 来 我们看一下全途决议文 第18页 美国共和 应该不是中国人来的时候 是中国人来的政政 中国人来的政政 美国共和 中国人来的时候已经战术了 已经接收了 他已经接收了 就会怕 会怕 来 看这个全途决议文 第18页 第18页 你来看这 这他自己讲的 台湾主权独立 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有 根本台湾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主权 不知道什么叫主权 然后往下拉一点点 大家 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 其领域即 紧急于台澎金马 金马 柏人要拿来 集附属群岛 点点点 来 他说 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 柏人的宪法 拿来他说我们的宪法 根本就不知道说 原来我们过去1945年4月1号 曾经天皇 让我们台湾实施大日本 宪法 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一段记忆 他也不愿意教你 可以把人的宪法称为中华民国 自己再说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 都必须经由全体住民及公投方式决定 民进党的论词是这样 可不可以公投 可不可以台独 我待会跟大家分析 来这个关掉 排中律 排中律是逻辑来的一个典型 两个概念没有中间的地带 两个概念 像生跟死没有中间地带 叫做半生不死 那羞食血 生跟死就差别在于 能不能台去买起来 跟去增 这样 可以生到死就差在这 可以兵起来 不就差在这 没有那种 怎么死 这样 没有 这人 弓箭手 没有 没有其他的答案 这什么 有人说鹿 没有 马跟人有没有中间地带 中间处于 类似合体 有没有这种东西 神话故事 假如有 我们先假设 我现在在说排中律 就是没有中那种 怎样是怎样不是那种 这就是怎样是买 怎样是人 如果这种东西真的尊财 请问 这个可以带来吃 买可以带来吃 人可以带来吃 如果这种尊财可以带来吃 这种如果有尊财 它是要生鱼或是要生鱼 他如果是男人 他要生殖 是要对头前还是要对后面 这种都会产生很多困惑 这个排中律 排中律就是逻辑的两个概念 他中间没有模糊地带 今天去台湾都南南做会 让我们感觉有中间地带 其实没有 衰败的都台湾 好康的就中华民国 大家如果看媒体就是这样 来 亚洲贪污排名台湾第三 他不是说亚洲贪污排名 中华民国排第三 就台湾排第三 好来 你看看 亚太区风王 中华 逆转胜韩国 他不是说台湾逆转胜韩国 好康的就中华民国 外康的就是台湾人 就是这样 原来就是这样 跟我们生怒 如果不好的都说台湾的 我们说本地位 好人就是说北京的 你看阳瓶 去年少局都差不多这样 如果不好的就是说台湾 吃冰冷 美朗 测干凉 这样 如果好的就是孔子 论语四书五金 免签 免美签待遇 中华民国第三十七个 好康的就是中华民国 大家有法角度 好 来你看 这花博 中华保祖三十一页 高雄气爆 整条鞋扁了 中华标识自己出 什么原因 台北就是Chinese台北 他们的中华当然也自己出 高雄不是Chinese台北 你们自己出 这就是Chinese台北 很典型的例子 为什么很多东西都是建设在台北 独厚台北 因为他占领台湾 他寄居在台湾台北市 这个城市 所有的资源他可以使用 当然集中在他们自己流亡的地方 他分给你干嘛 所以大家 我来用五兜 来争取统筹分配款 其实根本不是那些问题 这个 你注意看 中华民国总统府的消息 他跟甘比亚共和国建交 这建交 这个时候 1965年 3年后1968年 与甘国建交 结果呢 算与台湾断交 奇怪 建交就中华民国 台湾就变断交 大家说不觉得奇怪 大家也看惯喜惯喜 我们失去一个盟友 我们失去一个邦交国 我们就是让这样加出来 1968年中甘建交 2014年台甘断交 这就是台湾 现在在帮台湾人洗脑的媒体 大中国主义的诉讼 就是让我们洗 这也是解读的题 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 为了重返联合国 我们主张公投入联 你感觉你同意的 这论述 你感觉同意的签与手 你感觉不对 没同意的签与手 好 是怎样没同意 你看 来台湾民间府上 头头真的越来越清澈 台湾没有加入 谁退出联合国 没有加入 哪来的退出 没有退出哪来的重返 这就是1971年的 这个联合国的 决议 他这里说的 他这里说的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的权利 承认他的政府 代表在中国 唯一合法的代表 把蒋介石代表 从他在联合国组织 及其所有一切机构 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 驱逐出去 他跟我们骗说什么 我是犯贼不良力 他加入所以我退出 是不是 跟我们骗 外面败的 他都说得好 拗做得好 承认是台北 他出去参加奥运 说我们被打压 不得已用承认是台北 对了 我们当中心 我们可怜 也说对对 你用打压 我们的主張 他在国来 跟台湾人说 我们叫做中华民国 出去就说承认是台北 但是我们台湾人说不想 他他要叫承认是台北 他也不叫承认是台湾 还是承认是台中 想要叫承认是台北 他再跟你解释 因为台北 我们在这里叫做收党 所以承认是台北 这个是收党 对对对 这样会通 台湾人就不再想了 英文的 这一家 这一家 Azpro 这 驱逐 立即驱逐 中华民国不是台湾 这个观念一定要建立在 我们的头部里面 我们就会慢慢地 搞掃 我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这都是 我在这个 草务林政府的过程 在新台湾 我们一起开始 清晨起来以后 开始找一些 的忙碌的消息 开始找 我发觉说 原来 我们已经让骗这么久了 骗到 我们今天去撤下的人 跟出品戒票说 出品戒票说 你笑的 说真的 在座大家今天是怎么来 亲郎朋友跟你说的 对不对 他怎么要跟你骗 亲郎朋友怎么骗 骗在这 他一个人 额多少钱 怎么会这样 是怎么要叫大家来 因为我们主要的民意 都是红色起来 如果报到台湾民政府的消息 都是負面的 看來沒什麼也沒看到 來這裡你慢慢聽 坐在這裡收 就慢慢說 原來我們已經被騙了很久了 今天我們像一台火車走進去 我們要用國際法 國際法的政策法的時間點 那個階段用前走 這個火車已經在上當了 大家趕快去坐 流氓政府不是台灣人的政府 我們今天就分不清什麼叫做共和國 這台拿石的叫做什麼 什麼 亞洲大陸 人家說這大陸 這台也大陸 澳洲大陸 這個呢 美洲大陸有分南北 北美 南美 這台呢 非洲大陸也非洲大陸 這台呢 澳洲大陸 很清楚 來 這台 這台是什麼 就是中國 中國嘛 那上面這個呢 這裡呢 你等一下不要聽過他說 蒙古自古以來是我們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他就說台灣是自古以來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奇怪 那如果叫原條 他們說的原條 他打到那個歐洲的威尼斯 他怎麼跟那個 義大利說 義大利是我們自古以來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全世界都說笑的 這就是第二名 但是這第二名的上面有一個國家 他變成國家的名 甚至人名 族軍的名 他如果越來越大 他會變成那個地方的名 過去的倫理發展的歷史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 我們思想裡面 我們要改用中國 不用大陸 中原大學 有一個 一個笑話 他說陸生 中國來的留學生 台灣人的學生 說 你稱我中國 中國學生 我很不高興 你要稱我大陸 他跟他說 你隔壁那個澳洲來的 他也叫大陸啊 他也叫陸生 他們連人來中國的人都已經知道 說 用這樣在跟我們洗腦 比較近 用這樣在跟我們說 我們比較容易接受 還是那些台灣的孩子 又真的 他也有清楚 他說 你澳洲來的也是大陸啊 那美國來的留學生 他也大陸啊 大陸的那是代理名字 改稱中國人不用外省人 怎麼 都知道是怎樣 因為你如果說外省人的前提就是 你外省 我我本省 你一省 我一省 我們是同一個國家 那個國家叫做什麼 中國啊 就是中國啊 所以你稱呼外省人的時候 那表示建立在一個前提 就是在同一個國家不同省份 這要改了 我們請想說外省 人家的名字有外省 還有內地 對 內地過去 我們在日本的那個 台日本帝國的時代 內地就是指日本本土 我們叫本島啦 本島人啊 本島人 內地人跟外國人 台灣的這三種而已 改用西元不用民國年啊 你不會請我問說 你幾年家裡有嗎 我七十年家裡啊 比你年輕 你的年齡是什麼 年齡就是中華民國啊 就是中華民國嘛 現在幾年級生嘛 你幾年級生 我五年級生 年輕啦 五年級生怎麼是中華民國 我們的思想裡面 已經被管理裡面 說叫做中華民國 用中華民國做思考 用中華民國 做這個 我們的思想 這個基本條件 我們就要跟 世界各國一樣 承認支持 一個中國政策 有同意嗎 有沒有同意的槍牙手 不是威脅啦 就是說 要問大家 在頭部裡面 那個概念是什麼 有沒有覺得不妥當的 我們來承認支持一個中國政策 一個中國的定義就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沒有其他的定義 沒有其他的定義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個叫做中國 對他以外無其他 叫做中國 有人說有什麼中國 中非共和國 那個叫中國 他剛才有說嘛 生人一中 我們會怕那種統一 我們會怕那種統一 怕我們會被統一嘛 你支持那個ECFA 怕台灣被統一嘛 那個我們啊 我們在想那個爛 爛是什麼人 其實不是啦 你那個爛的因素就是這樣啦 我們其實我們是中華民國人 美國人 他知道他是美國人 他生人一中的政策 他敢不怕他去給中國統一你 他敢不怕他去給中國統一你 他敢與中國都交籤嘛 他剛才跟中國也是照策嘛 他剛才給大家看嘛 合約協定都照策啊 為什麼他不會怕被統一 今天我們就是撤軟 我們是中華民國人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 要向大家換氣 對中華民國這個体制 無論你的思想你的意志 為這個政治人 從這個體制當中 拉拔出來 搶救出來 喚醒起來 因為我們現在林東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政府 是我們的國家 我們所有的行為和意志 都會去支持這個體制的存在 中華民國死了 這是十八的新聞 首都在南京 對不對 對不對 死了嘛 首都在南京 請問為什麼他現在在台北 對啊 你們都知道了嘛 可是外面的人不知道啊 台北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是什麼意思 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是什麼意思 Chinese Taipei 有說怎麼沒說 你介紹一個朋友說 這個阿家來他們阿兄 那個人不是阿家來 阿家來什麼人 就他們小弟啊 就沒說嘛 有說怎麼沒說 Chinese Taipei 就是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就是流亡 in Taipei 或者是 Chinese government in Taipei 流亡在台北 in Taipei 他也縮寫啦 為什麼在台北 他就是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是用來騙台灣人的 他出去都不敢說他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還有另外一個新聞喔 他在這個台美 應該是台灣關係法裡面 台灣關係法的第十五條 他說 他是美國承認在1979年1月1日以前的 這個治理當局 這是台灣關係法裡面寫的 這裡 ROC就是在這裡 這是治理當局 他先分 叫做治理當局 那為什麼他來這裡治理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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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是英國來這邊治理 或者是越南來這邊治理 或者是越南來這邊治理 為什麼是他們來這邊治理 為什麼是他們來這邊治理 對啦 這年來日本爛爛爛 爛 我們要先讓我們戰敗 過去我們一人 不先讓我們戰敗 就說 做中國人不錯喔 參加他的政體不錯喔 我們要先讓我們戰敗 我們先讓我們戰敗 我們先讓我們戰敗 我們回合說 我們知道說 我們不是中華民國人 我們是台日本 對國的這個新民 他的後代 就是我們現在在法律上面 在定義 本土台灣人的後代 我們的身份才會凸顯出來 美國 美軍 進來台灣 會占領比較有合理性 否則這位 德書上面 全部都中華民國人 他要贊領什麼人 中華民國是他的好朋友 過去民軍裡面 他是好朋友 他要贊領什麼人 所以你辦這個新聞證 就是要證明說 你是本土台灣人 所以他是中華民國是代理東京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這點會很出現 加強大家的印象 我們大家的腦筋 台灣人腦筋二等生 二等生 不容易 那個轉過來 台獨發掘 不然發掘 怪怪 台灣民政府沒有支持台獨 甚至反對台獨 我跟大家分析 這不是感情 我反對 台獨不好 都毒不好 不是這個意思 台獨沒有路 沒有路空走 英文叫No Way 沒有道路 沒有方法 成為台灣獨立 沒有路空走 國際法定民 他沒有法理可以這樣子進行 台灣人的動力 的法理 自己想出來 第一種 經過100萬人辦理新聞證 國際的選選 說我是台灣國 這樣 說台灣租款 屬於台灣人 成立國民議會 議定憲法超案 成立臨時政府 舉行台灣住民 自決公投台灣獨立 三十幾年來 應該要成功了 為什麼到現在還不成功 因為沒有路 走不出去 如果是這樣 我們帶來 可以把聯合國 申請 加入聯合國 為什麼申請 不去 用台灣的名字 也不可以 中華民國的名字 也不可以 為什麼 我們不去問 是怎麼 我們在這裡一直農 像蚊蚊 一片蚊蚊 蚊蚊蚊 一片蚊蚊蚊 一片蚊蚊蚊 一片蚊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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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台灣人 台灣的新分 我們的國籍 有一個法律 定調的 我們不知道 第二種 台灣獨立 台灣的租款已經獨立了 台獨的論述 台灣主權已經獨立了 第二種是這樣子想的 所以需要全民公投 大家有覺得怪怪嗎 如果已經獨立了還要公投 請問公投的題目是什麼 如果你已經獨立了 你還公投 表示還沒有獨立吧 所以這是矛盾 你才不聽到美國人說 我們要來獨立公投 你如果要公投 你不是獨立的狀態嘛 公投法還要經過 中華民國立法通過 這不就越矛盾 越離譜 我們要獨立 要做公投 好 這都讓你過好了 這個公投法還要 中華民國立法通過 讓你可以公投 不免紀廟 第三種 已經實質 已經獨立了 修憲取得法理的獨立 建立台灣共和國 修誰的憲法 辭職獨立 還要修憲 開ROC的憲法 如果說修改後會變台灣 令和的憲法都可以修改變台灣 是不是 為什麼要修美國還是日本的 我們拿日本的還是美國的來修 還是說 我們修做美國 我們做台灣 還是說我們做日本 可以嗎 我們把憲法 國家名稱改成美國 我們變美國了嗎 可以這樣喔 第四種 台灣人自己想像的獨立 說透過選舉 政黨不斷的倫體 明天這次 二三十年 教育 頂頂生民 都變化 台灣就可以獨立 這樣可以 這樣有可能 以前 篩個多久都不會變 航空無限 就是那個體責 中華民國的體責 你再怎麼 篩個多久 怎麼變 就不可能變成其他國家了 就是這個土的意思 以前篩個多久 就不會變航空無限喔 所以剛才那個意思就是說 我以前篩個多久 篩個多久就可以離開了 就可以 變成航空無限 不可能啦 獨立的前提是什麼 台灣一定要處於 是一個國家的狀態啦 你是一個國家裡面 涉及一個國家的一部分 對母國獨立出來 這個加拿大的地道 整個加拿大是一個國家 魁北克一直插 說右下角這個 魁北克一直插要獨立 他的前提是什麼 他是加拿大的一部分嘛 對不對 他的國家 母國就是加拿大 所以你要獨立 就是要在這個前提之下 來獨立 蘇格蘭也要獨立 他的前提就是 你屬於一個國家的殖民地 過去 從宗祖國獨立而出 過去印度 印度是一個國家的殖民地 那個國家是什麼名 英國嘛 所以要來獨立嘛 那就是我們說殖民地的關係 台灣是一個國家嗎 要台獨的人 台灣是一個國家嗎 如果是 來 美國反對台灣公投入聯合國 這是新聞 過去的新聞 他會這麼說 這很重點 美國不支持台灣加入需要國家地位的 國際組織 包括聯合國 需要國家地位 特別是說 你不是這個 你不具有國家地位 所以你不能加入 具有國家地位資格的國際組織 所以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如果台灣不是國家是什麼 台灣不是國家是什麼 是殖民地嗎 那是殖民地 那是殖民地 我們有宗祖國 如果是一個國家的一部分 我們有母國 如果是 宗祖國是誰 我們是殖民地 宗祖國是誰 問你 台獨的人是 宗祖國是誰 如果不是 台灣到底要從哪一個國家裡面獨立出來 這個問題一直追殺下去 台獨就沒有立場了 台灣的祖國是哪一國 日本 這個它有一些微妙的關係 你以為現在說日本 好像現在的日本也不是 日本天皇是哪一國 大日本帝國 人家說大日本帝國不存在了 對不對 我跟大家解釋 大日本帝國是 那個君主自宪的國家 君主在 君主自宪就是 憲法是君主立的 君主自宪 天皇還在 帝國會不在喔 我後面還給大家說明 祖國 我們的祖國是哪一國 大家心裡有一個答案 我下面的照片 可能會喚起 一部分的人 過去的兒時記憶 這些相片 可能你們大家都看過 我們來看 英明的相片 做的就是祖國 這就是定義阿祖的國 很簡單 你如果說泰祖 泰祖 泰祖是千國的時代 那不是國 我們現在說的國 是有制度 有制度 有憲法 有領土 有君主權 有外交權 這種的國家 你說清條 清台 我們整個台灣的問題 就沒有受益 管理了 大家有請新聞證嗎 有去辦這個嗎 這就是一個法律文章的證明 過去有這個 你才能夠證明 你的祖先 是台日本的負責 國負責 你是以後代 所以你是本土台灣人 是因為這個關係 不是你的DNA 不是這個問題 不是你的血緣關係 是因為這個制度 今天在講你是台灣人 都在講制度 龍貓 1988年 日本人做的一個動畫卡通 這人穿什麼服裝 和服 日本和服 這也是對不對 這孩子穿什麼 和服 這我本人 我小時候 我阿嬤阿公 沒有在哈日煮 那為什麼他會把我穿這個 我找到我覺得很驚奇 我常務民進府 我就在過去的書名 咦 我小時候要穿這個 我打算台灣人 我是台日本的 本土台灣人 是這樣 這是我們過去的文化 有看過這個嗎 這是很進步的文明 這是很進步的文明 以前要用去客人 冬水 還是說蚊子 這直接打一機 下去會民用抽的 這個 現在還有 台灣還有 這個廟列 那是什麼客家大院 還有 現在差不多在高區 那如果在咖啡區 就有水就水 有水就水 水龍頭的 台語怎麼講 不是啦 如果說水冷頭 已經讓中國生 水就頭了 水到水後那個頭 水就頭了 好 來 湯鼠嘛 湯鼠 藝藝藝藝藝藝藝 藝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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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 有這個嗎 你有印象嗎 過去睡著 大蟒蛇 台灣蟒蛇 蟒蛇 所以歷代 如果外國來的選告書 差不多 來不多久 定到 就可以了 外的下來 差不多 外國人 或是外國選告書 他是異性 差不多他就外的下來 因為醫生就有盤磷溪磷 抗生素 他就可以 過去我們有幫大家 蟒蛇實在太多了 以前睡著了 榻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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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榻榻榻 榻榻榻 榻榻榻榻 榻榻榻榻 榻榻榻榻榻榻 乖乖在米酒皮裡面穿了 是不是 過去的公車有這個嗎 有沒有 車種 過去小孩瘋了 整個頭出來蒸了 過去一台腳踏車可以載很多東西 就是這個 這種叫腳踏車 又叫什麼 鐵賣 有人說空名車 車也不能說空名車 空名就是中國 你就是想中國的屬性 物量 所以才會說空名車 那天丁就是天丁 不能說空名丁 我們的物件裡面都已經受到很多 中國的這種語惠的影響 以前有坐過這個嗎 我如果說在過後面 小孩坐到後面 腳後面還會咬到 這台車你看這個籠包鞭片 那個小孩以前沒有小孩 這台車呢 小孩騎大人車 腳踏過 這叫無車嘛 踏過中 這樣坐不去 搭著搭著搭著 這樣對不對 看到人動不離 動一下 再跳下去這樣 用腳踏 是不是 有這個強烈的車內手 對 這都40以上 過去這屏東車站 有什麼 日本時代的賓通車站 你看看 以前才有腳踏車站 你看有多文明的一個時代 高雄 台北捷運 1999年 完成 中文那條線 紅線 那時候有腳踏車站 最近開始流行 流行 流行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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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過去那時候 文明 我們就那個 教文明的 來跟我們統治官 文明的 今天 阿祖的國 這就是我們記 在中阿祖的國 你我心中記憶 過去的那個輝煌時代 但是我們被統治了69年後 所有東西都被改變了 連我現在也不會說我們的國語 我們的國語是日語 我們現在所說的國語是支那語 是這個外來政權給我們 強逼灌輸教育的 是這樣子 日據阿日治阿 我們的頭部裡面是日據阿日治 日治阿 日據就是竊據 就是那個戰據 一個土地 如果可以用淘汰 還沒辦法描 這樣就厲害了 土地沒辦法淘汰 日本治理叫日治阿 有人說 我如果阿嬤都說日本時代 還沒說什麼日治日據 對阿 日本時代是乾清 日本地理的時代阿 過去就是君主自憲的國家 國家的制度有很多 很多種 何義制 綜藝制 君主自憲也是其中一種 君主自憲是 這幾個年紀 應該知道這生年什麼 有你田津鎔 上面有一個指揮庭 君主自憲的國家 就是君主就是指揮庭裡面那個人 那就是天洪 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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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洪 風帝 政府就是指揮庭 這隻 策策的要倒在這個 鐵筋鎔的頭上 這個鐵筋鎔才會發揮最大的作用 這幾個鐵筋鎔就是國家 所以君主政府就是在這裡 這支保險就是憲法 其他的卡丘 身體就是人民 或是說土地 過期一個有制度的國家 下官條約 以後台灣的這個土地已經完全掛揚 付 全部 sovereignty 主權 seed 掛 to China 全部的租款掛 掛給日本 to Japan 是這樣 這就是條約 所以 這條約裡面 你注意看 日本的風帝 台青的風帝 派人 派人 李鴻章 李金芳 伊藤柏雯 陸奧中光 來簽這個約 說官僚 他們的權利 這些簽約的人的權利 從哪裡來 什麼人受權給他 風帝 他們的權利 可以超越過風帝 不行 所以他的權利 是風帝 最痛的 最限定的 所以去掛 去簽 去背 這就是條約 法律 我們現在在說的就是這個 今天 我們說 君主自憲制的國家 也是這樣 憲法 由這個 政府 立定好 日本帝國的憲法 立定好 天皇 讓憲法 讓憲法生效 讓憲法生效 在全大日本帝國的領土裡面 生效 發生作用 可以實施 請問 憲法 比較 位階比較高 還是招書 位階比較高 招書嘛 招書的權利來源是誰 天皇嘛 憲法裡面有講到一點 大日本帝國萬事一世 就是 奉帝 萬事一世 抵立 大日本帝國 讓我們手機的關係 剛剛已經有人 有聲音了 我們現在 趕緊看看 抵立 這個 憲法 完全是 他 是兄弟 台日本帝國的領土的領土 憲法 還說萬事一世 台北 日本帝國的風景 風景 還存在 到現在還存在 只不過 日本對這個 日常世代代前後 經由招書 讓日本 成為一個新的國家 台日本帝國還存在 只不過 天皇 的那個 管理 懸置起來了 懸置起來 他的殘餘領土 就是爛了 所有的 那個權利 都被懸置起來 所以沒有發生作用 就是不運作中 不是消失 台日本帝國的概念 是這樣 日本 獨立 通敵管理 政政法 日本就是經過 政法 他不是這個 下官條約 掛牛之後 他就 整個台灣都變他的 他經過政法 所以才會跟原住民 我們說高山族的 戰爭 不知道今天有這齣電影 消台 中國就看這個 你看 台灣人抗日 這根本就不是抗日 好不好 這不是抗日 這是 這是為了資源爭奪 這也為資源爭奪 日本 你就不順服 不順服 這個新來的政府 他要用武力把你鎮壓 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 是有建政法裡面 所謂的征服 抗軌 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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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服之後 我剛才說 那個國家有一個人民的要素 人民 這個國家 是你的殖民地 還沒有你的人民 所以黃民化之後 黃民化如果好的 所以要給那個 中華民國說 這殖民 我跟大家說什麼叫殖民 殖民就是說 你的屋原整個變化之後 你的武器都沒有去 那叫殖民 我們今天會說 賀老爺還是說 我們過去說的武器好了 雖然這已經不是我們的武器了 賀老爺說 客戶的人越來越少 人家說 客戶祖 他說賀老爺的人越來越少 我們的老爺 是大人 他們的時代 他們經過黃民化 他們有不記得賀老爺 有不記得客戶 有不記得 也是繼續跟我們團下來 殖民 什麼人在殖民 黃民化就是達到一個 人民的要素 那個時候不是青仔 說你一定要給我變日本人 不是 他是有開放一些政策 給你改換日本生成 日本三口 賀老爺 跟豐宿 習慣 這叫做殘民 這過去 這個高砂義勇軍 為了 這個大日本帝國 義勇軍 這都是 他們說自己 去戰爭 他說有七百的出征 所以呢 天皇公 喔 台灣 本土台灣人 用 戰 勞戰爭 為了國家 付出很多 所以呢 這裡 勞教書 反正中文是這樣 勞教書 特別富於朝鮮 朝鮮是我們另外一個 你說 兄弟子 和台灣的住民加入帝國議會議員的行列 你可以參政 就是你已經變成 那個國家的一部分了 你可以參政 可以 全力輔佐鎮 天皇的皇國大業 你可以參政 美國綠卡跟美國公民差在哪裡 對啦 就這樣 他可以參與政權 是公民 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就變成 我們所謂的 大日本帝國的那個臣民 那個時候沒有公民 或者是國民這種事情 現在的日本帝國 他是 現在的日本國是國民 他是國民 所以他也要參政 我們是臣民 也要參戰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時間點 我們就可以被增兵 那時候義勇軍 義勇軍 那個東西就是 那個是募兵制的 給你錢 你自己來的 募兵的 不然今天 台灣民政府 去靖國神社參拜 才會有這些東西 沒有那個招書 就不會有這些東西 就是因為那個招書的關係 招書又還有沒有 久了就會失效 永久有效嘛 有人說 太久了 沒效了啦 我跟我們太太結婚 七年 結婚政書 經過七年 失效 這樣有效 我如果說 結婚六十年 六十年 太久了 結婚政書 冷氣了 失效 還有效 都也有效 他在沒有效 有效啦 合法是天空的教書 是不是 所以台灣不需要獨立 我們修國際法 就可以了 我們准修國際法 就好了 我們可以 回歸正常化的國家 會我們檢查一下 我們自己的手機子檢查一下 我們一個 演講裡面 我們像一像這樣 手機子都會影響到 我們 我們在 崗崗和聽哭 回歸正常化的國家 我們再來想看看 我們再來思考 台灣獨立的公道 好啊 我們看一下案例3 OK OK Here we go Let's hear for Dee Westry 這是一個人在畫圖 畫到最 九十秒以後 人家看我在畫什麼 對 對 來 對 對 好 一會兒 你還有一分鐘 來 來 他真的 最後要翻過來 這前暫停 好 我 我 我 Dee Westry 好 暫停 剛看我在畫什麼 沒有齁 可能有人看過 知道了 好 放下去 他就是唯一這個評審 他唯一這個 好 正如 這是一個偉圖 他的技術 可以顛倒畫的一個技術 他跟我們今天考甚麼關係 那關係就大了 我們來看 改變觀點你就有新的企業 今天你台財座的各位來這裡 你就是願意改變觀點 不然在家裡聽你的朋友怎麼跟你說 親人怎麼跟你說 說我的民政府怎麼怎麼 你不要給我騙 你說你不是中華民國人 你拿的新聞證 你用的錢 另外都寫中華民國 你出國 負責寫中華民國 你說你不成年中華民國的存在 中華民國的存在在你的面前 就是所有人聽到都這樣 都這樣感覺 我們就是換了一個 虛假虛人 氣騙的一個 這個中國家 假的國家狀態裡面 你知道那個八卦公司不是有遊藝場 遊樂場有沒有 有那個 小孩在坐的那種車 要錄代幣有沒有 要換錢 金錢 要換雞錢 錄那個才會走 不然你的金錢錄就不會走 請問那個代幣是真的假的 有效嗎 有效才不效 你拿錢錄去吃雞錢就不效 你拿代幣比較有效 今天我們就在這個大的遊藝場 在叫中華民國 我們用的錢就是代幣 我過去問 我問那個 我問那個美書長說 美書長不對 你說不效 為什麼中華民國的錢可以換美金 美國的美金是爭鈔 我們這種叫代幣 代幣在代幣的國內有效 不然你中華民國的錢 你給他 給他外國 你給他看 看他要先喝 所以 這個東西 很討厭 大家 來民間府都是一段奇跡 都是一個奇跡的紀律 來 克里米亞 那新的觀點 改變觀念又有新的觀點 克里米亞是烏克蘭的一部分 後面說他公投不合法 奇怪 他也公投不合法 我們的公投 公投是一個民主制度 為什麼連歐洲這種民主國家的 這種歐洲都反對 美國也反對台灣公投 對不對 我們都問到這而已 我們政黨的台灣人就是問到這而已 我們不可以問說 為什麼 如果要投要怎麼樣才能投 我們就在這裡一直投 林鄭也跟我們說 我們就是要打壓 就是在這裡 我們都在這裡在洗 不知道要怎麼走出去 克里米亞 今年三月公投 投票率 八成 他的林口比雷 你看 烏克蘭裔24% 俄羅斯裔58% 達旦裔12% 用這個比雷 用這個比雷 我們拿來台灣投 我們把他投下來 中國占24% 自己林為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的 占58% 在座的國位 本土台灣人12% 這樣會跟公投 同特地和統一 他們問什麼人贏 中國人贏 林為自己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的 會以為他得失去 就算拉锯站我们也打不过了 5比5我们也打不过了 是不是 所以97%的生命 即使克里米亚对乌克兰独立 并加入俄罗斯 请问这种公道是统一的公道 还是独立的公道 我们来看这 刚才有说俄罗斯以58% 你人口比雷就输人 意识形态就输人 你要怎么打 打打就输 是不是 所以今天 什么人在支持克兰 俄罗斯嘛 对不对 从这个议题你来看 为什么欧盟说不能 这个公投是违法 违法国际法 因为你这么多人 这个如果可以 我问各位 这个如果可以 一群中国人他移民到美国 达到一定的比例上 把美国变成中国的一部分 可不可以 对啊 不行 因为如果这个可以 那中国就可以如法炮制 併吞所有的国家 用民主机制併吞所有的国家 我给你移民一直移民过 到人口美类都跌到最高的时候 我来做一个公投 你怎么变我的国家 这叫做国际法的铁责 不可以欧白公投 公投有它的条件存在 他这个公投 和俄罗斯的军队 又在那里 什么人在支持台独 用这个逻辑你去想 谁会支持台独 这样讲就对了 这个逻辑去想 其实 深圳要支持台独的不是台湾人 你注意去看台独思想里面的 一些成分 人的成分 欲擒统一台湾 顾重支持台独 这也是台独啊 是不是 过去就有台独过了 这就是台独 这标准的台独 台湾民主国 它成熟 它是大清的成熟国 它要给它进攻 所以你去看台湾民主国的国旗 和大清的黄旗很像 这些人都中国人 他们都曾经支持台独 毛泽东说如果朝鲜人民 希望振脱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枷锁 他都觉得人家是帝国主义的枷锁 朝鲜人民他刚才教书武功 我们有另外一个兄弟 赤招书 有教书 朝鲜可以参加帝国的议会 我热烈支持他们争取独立的战斗 这点同样适用于台湾 毛泽东支持台独 周恩来 我们同情民主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 我们不只协助朝鲜与台湾 周恩来 中国人支持台独 台湾人对资讯是麻痹的 我们看一下案例是 去外头排一排站准备办美签 但有民众投诉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 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才行 很多金门人去申请美签 要求被冠上中国 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美国在来起来不能因为 金门是福建省金门 就把金门当的是中国大陆 有民众认为不合理 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 签写申请表示 却要更改国籍 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 因为电脑系统分类 金门麻祖属于福建省 民众拜美签识 国籍才会归类China 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 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 只是金门麻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 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 打呼不可思议 KB新聞总统报导 China mainland 这些新闻得所有人看的 怎么这么含 不说白了 打压台湾这样而已 就过了 茶余饭后开港就过了 奇怪这样 你注意看这个新闻 那个金门的议员没有说 不能因为金门属于福建省 你就把他的国籍写成中国 不然要写哪一国 金门的混建省 对不对 金门就是福建省的 为什么他不能写中国 他要写美国 美国人很清楚 每天不敢问 问IT 好久以来就有这个问题 那不是问题 那就是事实 那叫做事实 那不是问题 那打马敷衍 对台湾人都是模糊政策 第二点问外交部 外交部过后 我们还要再研究 那边没说 这种记者要问 为什么你要研究 研究三十几年研究那么久 为什么研究不出来 实质上中华民国的 现在的统治的范围 就是台澎金马 台澎金马 他真正村的领土就是金马 金马 台湾跟平洪是 因为过期的历史因素 他受那个 受特代理 这不是管理 是这样 所以台湾跟澎湖 免签是在说 这堆地区的人民 是这样 所以这种新闻 你看得到 你不一定看得到 看得到 你不一定看得懂 很多新闻 我们都是眼睛放过而已 中华民国的军队在裁册 军门要裁册 裁册门的时候 他就跟你说 我们要发展观光 对不对 我做好听啊 是这个商人不跟你说 你不可能驻军 第二 你看 憲兵也裁册 憲兵裁册裁册 什么意思 总统的那个 世卫那些都裁册掉了 海军陆战队 来 看一下 阿帕契交集 阿帕契第二批 第三批抵达高雄 军队在裁册裁册 在想 为什么军队裁册要买武器 我公司裁员 然後擴藏 在逻辑上就很矛盾 就很奇怪 为什么要买武器 我们就要问 再问下去 谁在买 谁付钱 你我付钱啦 中华民国怎么会有钱付 我们台湾人在付钱 要有什么人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要撤退 目前都大大国 谁在买 我们去问 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进来 美国如果要撤回来 他直接把你开回来 那不可以 他要比较低调的 用什么样的路径 很多方法 很多方式 来 台湾人眼不见为凭 我没看到我不相信 台湾人又退去 让你看到你也不相信 我给一个 老闆 其他人老闆介绍 你扳新闻状 扳证明你台湾人 你扳出来 我就扳 我真的把我拿出来 再看好了 台湾人就是这样 天气 我再看 这是玩具 玩具卡 玩具卡 这晶片 玩具卡 来 里面有一个偷偷有看到吗 有看到 请他唱 好 没看到 有的人没看到 来我跟大家说 来这 有 眼见不为凭 让你看就看不得了 因为你没人说 没人把你指出来 你就是看不得了 再来 有这些 蝶子 不知道 看得到 明明就在你眼前 可是就是看不到 看得到 看得到 车丫手 在哪里 你看 在这里 没看到 来 这个角度就看到了 这个角度就看不到 这个角度就看到 看不到 不表示 不存在 看不到 没表示 没存在 专注力的测验 在明明天 要看专注力的测验 我们看案例 我要大家去选 穿白衫 穿白色的球的人 他穿几次球 选过 这样选一次 专注力的测验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测验的测验 这就是测验的测验 Best 好,暂停 好,暂停 几次 14 15 還有嗎? 十三 大家都沒有同的 同一隻鴨皮 再放下去 十五 他說你看到星星 你有看到星星嗎? 他剛在玩的時候沒有看到星星的車牙手 好 有看到星星的車牙手 好 關掉 這是美國的一個實驗 叫做專注力 選擇性專注力 實驗 他說當人 跟你說會你看那時候 你就會看那時候 就算得上的 其他你就不會看 我們開車的時候也是 我們一直在看頭前 其他旁邊會比較容易看到 我們說漁光 專注力越專注 越容易忽略你不專注的地方 大家有看到美軍嗎? 大家有看到美軍嗎? 我們看一下案例 你注意看新聞 注意去分析新聞 你就會知道什麼情形 這還牽涉到美軍 在2006年的時候 其實美軍 他們內部也是 這個後勤管理體系 也是有一些問題 結果他們錯把 四枚 這個叫做義勇兵 洲際彈道飛彈的彈頭 其實義勇兵是可以裝核彈頭的 彈頭的它叫追體 就是飛彈的最前面那個彈 不知道為什麼送到台灣來 但是我們那時候本來 我們那時候本來 是跟他們採購的是直升機的裝備 那也不打緊 你送錯了 就送來 送來之後放在台南的這個 這個行情處 一個基地裡頭 庫房擺進去 擺了多久 一年多 沒有人發現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發現送錯了 沒有人發現送錯 我們有彈頭 對對對 我們有核彈頭的追體 放了一年多 一直到這個2008年的3月 美軍自己內部清查他們的庫房 少了四個彈頭 結果他也不是說通知我們國軍 我們國軍的那個 這個庫房的管理 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 反正這什麼東西 他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彈頭之類的 也沒有上報國防部 所以就擺在那邊 擺了一年多 結果美軍在2008年的3月 台灣總統大選後的某一天 三更半夜 派了一架軍機 降到這個台中清泉鋼機場 半夜 沒有人知道 那這個事情最扯的地方還在哪裡 美軍的軍包機降落在台灣的機場 國防部是不是應該知道 當然應該知道 沒有通報 也沒有通報 我們基地的這個聯隊長也沒有通報 那雷達什麼都沒看到 那我們後面坐在中心在幹嘛 你聽我講完 你聽我講完 所以這個有去蹊蹺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結果這個事情就是後來AIT的官員 在透過軍中的所謂聯合系統 情報系統 因為跟他們很熟 就跟他們說 你們庫房裡面有四個東西 是運錯的 那可不可以讓我們載回去 就派了這個上面是掛這個外製的這個車子 就秘密開到台南的基地裡頭 然後就把這四枚彈頭 偷偷運到台中的清泉鋼基地 然後就飛機就飛走了 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的這個代表才跟當時的部長 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長叫蔡明憲 才口頭跟他報告說 我們昨天晚上把這四枚彈頭帶走了 但是現在已經在太平洋了 他才發現居然有這樣的事情 好 這個新聞 這是談話性新聞 這個新聞證明 台灣還附在美國軍事占這麼重 如果我們不是美國軍事占領的一個土地 一個領域的位 他為什麼可以親切 飛鋼基來 就直接下政策 甚至開車 再載東西 載到台南基地 這如果不是他控制的環圍 他為什麼可以這樣 他不把飛鋼飛過北京 下基地 把他載去那裡 這土地如果不是軍事占領 他有辦法做這個事情 他載下來的時候說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他要怎麼載下來 沒有人知道他要怎麼載下來 他太 因為我們知道怎麼有多過飛鋼基的人都知道 載下來的時候一定要跟塔台聯絡 要知道說跑道有沒有 飛機會不會撞到 要進空跑道 沒有人跟他通知他要怎麼載下來 第二點 他去到台南基地 放那些東西 他那個時間點都在 所謂的總統選舉前後 咦 啊我們的選舉 不是說我們的選舉 現在說他們的選舉 他們的選舉跟美國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每天 這個重要的選舉 美國都要派航空母艦來保護 這就是一貫的 他怕這裡起衝突 所以美國一定有很多軍事 這個行動 軍事的這個目的就在這裡 還不會出去 國防部長不知道 他簽名的 他的飛鋼基來 離開 當然他自己決定 他自己通知 算是順調 沒有通知也沒關係 是不是 這就是軍事簽名 軍事簽名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 說 我拿一支穿 在這裡站位 要給這軍事簽名 他們一定的 時間來 完全的軍力 保守好 就是軍事簽名 這是我們現在過得太好 麻痹 不感覺 說現在太平時期 不是 現在要個軍政時期 要不然去抗議 要怎麼拿手 要怎麼把你驅趕 我們來提升 建築的能力 我們怎麼來提升 第一 主務橋外 我們看一下案例七 自我超越 你今天來的是要自我超越 今天來的是要自我超越 這是一間 組繞的恐龍 是我們組繞的 頭上當時 他就會在那裡 一直在自己忍 剛才一隻 這八隻 八隻都在自己忍 有沒有 你駕頭走到哪裡 你就忍了 這大隻 這大隻 好 來 測天 我看到現胸嗎 這 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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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繼續 好 它是一肘肘肘肘 所以 它是 咧 肘肘肘肘 但是 欸 它還會爆出來 我們的大腦 我們大腦對東西的理解就是這樣 好 歪掉 我們大腦對東西的理解就是 看我們眼睛和空間 把恐龍從凹的看成凸的 看成立體的 你怎麼樣才能看出這個假象的真相 敲完那個角度 你要敲完那個角度 挑突受犯罪的角度 你敲完那個角度你看 原來後面是一張紙 它不是立體的 我們就是要敲完受犯罪的角度 要怎麼敲完 你應該有充分的資訊 今天來臨政府就是跟你說 很多事實、歷史的文件、政策 讓你知道這些資訊 讓你看到真相 你如果沒有充分的資訊 你就不知道政治戀獄的臺灣 臺灣人過去就是 一直在這個連角中間 一直在那邊走 走不出去 連角裡面有輪迴 我們確實在這裡輪迴 我們注意看 美貿政策 政策議題 民意體炒作 政策議題是什麼 不是嘛 軍中人權 這都是政策議題 媒體炒作 最近的政策議題 使管線可不可以經過民宅 來 政策議題 媒體炒作 再來 叉叉叉 抗議遊行 再來政治解套 各位 政治收割 再來 政治合議題 就是在這裡一直輪 一直練 我們就被驅動 去 動算 去支持 抗議 這就是政治戀獄 運用我們的政治能量 所以你把它拿下去 洪仲邱 人權議題 再來 媒體炒作 抗議遊行 白山軍 十一萬人 政治解套 因為不用解套 因為一天而已 一天現在抗議叫做加年華會 一日加年華 一天就完了 什麼人最沒有藍綠之分 沒有政黨政治分 不會延遲 不會去那邊 那人抗議 抗議中 快點快去 他就變藍軍 變綠軍 就是這樣 政治解套 你看這個 服貿協議 抗議服貿學運 媒體炒作 抗議遊行 五十萬人 沒有結果 來政治解套 什麼人出來解套 翁金平 他沒有解套 他今年編算 來政治收割 你看今年的政治收割 就是這樣 我們都在這裡 連鴨在長生 第二 第二我們要除去 剛才我們說要增強 跳脫 跳脫 框架 增強我們的解讀能力 第二去出刻板印象 來我們看一下案例吧 我們看兩個杯子 一個瓶 一疊一疊一疊 好嗎 好 好 來 看到 剛才我們看的時候 就是一個客廳嘛 是不是 要看一個鳳梨 這鳳梨我們就想到我們想的那個鳳梨 這叫做 我們說 刻板印象 我們過去就是 鳳梨就是要一個人的坐 結果他一支手就擰起來 他一個手就拿起來了 沙發 大家看兩個 兩個碗屁股 我們叫做八大 他走到後面 拿起來變碗公 他只是用遠距的那種視覺的 那種錯覺的攝影法 看後面那百度 我們就是很大 拿起來像郵票那麼大 所以我們去除一些我們刻板的印象 來 去除舊思考的認知方式 我們有一些東西是用舊的方式 用情感在理解 我們可以改變方法 來理解新的事情 請請今天不投票 明天沒票投了 你如果同意這句話的話 你就已經進入這個政治煉獄的那種 選舉的那個謎藏之中 煉獄就是認同參與流亡的體制 選舉 一直平凡式的選舉 不是在那裡算 三檔一算 四檔一算 搶債在那裡算 分錢式的選舉 沒聽過 倒一票三十塊 一票五十塊 這樣會公法嗎 有 有齁 有的牙手 我聽看看 好 你怎麼知道 一票三十塊五十塊 那公法從哪裡來的 那公法從哪裡來的 蛤 對我們在那裡拿出來 這個公法從哪裡來的 有去擦政 政府啦 很多東西我們聽到我們去找政府 不要這樣 聽著聽著這樣而已 來 選錢都是神聖的一票 選後就從你的口袋拿鈔票 過去我們都不知道啊 選百法四十三條你把它記下來 別說我在這裡做假的消息 給大家洗腦 你把它記下來 你像網路去找 這位 裡面就有寫 選霸法第四十三條 這裡 我告訴大家 來 得票數達各選區 當選票數二分之一 以上則因補貼競選費用 每票三十塊錢 這政委就來 就是我們人民的 政黨票 每票每年五十塊 所以選舉 無論他 蘇聯的選舉票數 達到一定程度 你都可以拿到這個補助 這又是四年 選一百立委 看你了多少錢 選一百總統 看你了多少錢 我們不能看230塊很少 230塊你乘以一千萬 所以不能參加流氓政府的選舉 你投了每一票 無論你投什麼事 都在支持 流氓政府在台灣的合法性 因為他跟全世界說 台灣人要選我 他要參與選舉 這個制度 他還繼續支持我這個制度 運作在台灣上面 我們一直在選舉 一直拚 一直拚 拜託 請求 就是一直在 制裁台灣人 快點來參加選舉 現在還要議定 把選舉投票的年齡下降 今天我們的選舉就是這樣 這座房子 就是這個選舉制度 站在台灣的政治人物 無論你是他支持的 或是騙牌的 抗議的 你騙了很多人 他就騙了很多 這個制度就像這樣 有人離開了 一個離開了 各村的離開了 我沒要接你 如果全部人都離開了 什麼 這個制度就沒了 這個 違法的制度就消失了 所以不能去參加選舉 是這個原因 不是叫你不能 關心政治 不是這個意思 是不能參加現在這個流亡政府 在台灣這種違法的 這個政策的選舉 理性分析 來 下面的影片 你要分析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來看一下案例9 來看一下案例9 來 you know what? just get away from me just get away from me just get out of my way oh my god just get away from me just get away from me just get away from me oh my god Holy **** AHHH AHHHH F*** AHHH AHHH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人 大家还蛮理性的 那第二个问题 那个小孩手上去的人会跑起来 扑起来 他记一声 那些东西掉下去 他手上出去 那桌子跑出去 这三个事情 你觉得那是真的车车手 你认为那是嫁的车车手 不然车手的是 再一次喔 嫁的车手手 好 是啦 真的啦 那三个事情是真的 是什么是嫁 哪有可能 那我给大家看 那有解答吗 那台山 那是9 应该有9之1还是9之2 那来看 这个人扑起来 这个人用他的超能力喔 你注意看 这个人用超能力把车车转了啦 用超能力喔 那个杂篮转起来 好 撑不住 你知道我在说这些嫁的在哪里吗 哪有分清楚啊 那些小孩手上去 那些人扑起来 他记得什么东西掉下去 他手上出去 桌子跑出去 都是机关 物理现象 机械的作用 他处的困体 或是说 那个杂篮 那都是物理现象 机械的作用 这都是真实发生的 是怎样你会觉得嫁 两个东西是同样啊 因为我们用感情在看这些事情 我们不要用理想去分析 因为这三个东西 这三件事情 它是真实事件发生的 假假在哪里 那个表演的人 那个小孩 他就这样鸡鸡鸡鸡 那就是超能力 今天如果不让你看他在后面 布地 你如果在那边 在那里买东西 你看到你也是说 Oh my God 是不是 都是这样子啊 我们看影片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要做 独立事件的分析啊 别受表象的欺骗 表象的背后有真相 建议央平要跟我们说这个 很多东西 不是我们所表明看的 这样而已 好 古转每天的洗脑 看一下案例室 看一下案例室 他说这个扑克牌是红色的 背后是红色的 他要把他全部都变过 变成红色的 OK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 this card here OK 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 but she's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n't backed as three of diamonds but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paste up on the table do a little click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oh 做什么变过呀 好 暂停 好 暂停 大家有看到 撲克牌的颜色被变过去了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什么地方颜色被变了 有没有看到 有 有法件 什么 蛤 蛤 所以 是整个角度 啊 Lynetta 一進到底從頭到後面你都沒有發覺 其實我也沒有發覺,我第一次看我也沒有發覺 剛才看到的是那個人,他騙的第一隻小孩 好,她的小孩還過了一陣子,這裡的小孩比較適合 好,她的小孩抓起來了嗎?她的小孩比較適合 她的小孩再下來了,好不好? 好,不要打我了 好,關掉 今天去台灣人所看到的媒體,讓我們看的就是這樣 焦點,專誼焦點 我們看到的就是焦點,但是她在專誼一些焦點 撲克牌就是焦點 這就是焦點 補骨子,各位 這啦,紅胎,一個圖椅,喔,補到一張手補到 其他地方都在記,記手 白山君說要重返 白天變化的屬驚 白山開剖 這是五月的事 來 美國呼籲以法律解決亞洲領土爭端 五月 美國呼籲以法律,請問那個是什麼 法 國際法 阿,不會用美國憲法解決亞洲領土爭端 一定是國際法 我們今天在講的國際法 阿,亞洲領土有爭端有哪些 这钓鱼台 北方四岛 台湾 澎湖 南海 这就是这 日本经过中国防空识别区也造成意外奉果 这新闻有看过 要注意 集体自卫权解禁台湾如果遭受攻击日可出兵相救 台湾遭受攻击日本可以出兵相救 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都面去想为什么 南海争议 欧盟支持国际仲裁 都在说国序法 台湾人就有资讯媒体包庇住 让你不知道国际是什么事情 美国说俄国和乌克兰的叛军要为马航负责 他把马航招下来 说有钱 来 这张的消息 美国再来学会高雄分处将于8月8日 乔迁这新职在高雄 高雄 高雄也有AIT 台北也有AIT 台北呢 AIT给没有什么人 日本台湾人 这很新的事 8月6日 他说金明两天 8月8日到8月9日 7日到8日 美国众议院军委主席金明访台 他为什么来访台 美国众议院军委主席 美国一些社会都进来 这就是新闻 我们去看 不可以让美国众议院 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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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9日 他的金明两天 6日7日8日 是不是 新闻 新闻 新闻要去看这种新闻 不是不可以关心气暴 气暴 一两台报就好了 不用报到24点前 都一直在那里报 要替主委看 所以今天 这一刻 我希望 善请大家 精神 摘起来 摘起来 大家有一个任务 跟新台湾人 设计 众议政府 旁边的亲人和朋友 善请 台湾人在摘起来 各式的运动 我们要去 这个国座政策 那个运动 所以今天 下期 下期 下期